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 超多款式 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3月21日 邓超在微博上更新了自己的动态 晒出了一张自己与陈赫打篮球的照片 两人在一家室内篮球馆馆内 穿着篮球服 坐在地板上背对背 对着镜头开心大笑 看上去 心情很好的样子 邓超还给微博配文 晨赫现在218斤怎么办 文墨还爱特了晨赫 小编我说超哥 你这样暴露 晨赫小公爵的隐私 真的好吗 不过这也从侧面 反映出两人的关系 是真的铁辣 从邓超微博中晒出的照片来 邓超当天穿着一身黑色的篮球服 背心短裤 看上去非常清爽 胳膊小腿 也是肌肉满满 不老男神说的 就是你 就喜欢 看你骄傲的模样 邓超一只手 拖着了 另一只手指着镜头 还挺会摆造型的嘛 说到超哥会摆造型 晨赫第一个不服 虽然邓超在两人的合影中 算得上是帅的了 但比不上 晨赫会抢镜头啊 只见晨赫小工具 抬起两只粗壮的小腿 将全身力量集中到了臀部 还娇羞的 依靠在邓超的背上 心疼超哥一秒钟 晨赫当天 穿着蓝色的篮球衣 全身包裹严实 所以说实话 小编没觉得胖了多少 不过这对着镜头 握紧拳头 为自己娇羞打气的欢快表情 真是还和当年的见人曾一模一样 小编有点能够理解 为什么超哥要爆出晨赫的体重了 不能忍 其实看超哥的头像 就知道他和晨赫关系匪浅了 自从两人搭档了 多期 奔跑吧 兄弟之后 两人的关系 可以说是急速升温啊 超哥更是把头像 都换成了自己和陈赫 还有陆寒的合影 不知道孙丽娘娘对此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除了节目上 两人喜欢互损 玩得十分开之外 两人在私下生活中 也经常来往 陈赫有一次 就在节目中爆料 邓超在家里 是有名的七管言 孙丽娘娘不喜欢邓超喝酒 邓超就不敢喝 有一次陈赫去邓超家 邓超借口招待陈赫 想要拿出一瓶好酒 没想到 还是被娘娘拒绝了 看来超哥家教很严啊